終... 終於... 哦,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这一只 珊瑚拉1702 现在有一些鱼是开放了 有些鱼还没有开 虽然我今天所有鱼肯定都是放掉的 但是在这里声明一下 因为我绝对是不会流鱼的 所以把它放掉 然后开始介绍一下这一根细节满满的竿子 终于回到一个没这么吵的地方 然后我先做一些介绍 不能说是简单介绍 因为我想尽量说详细一点 关于这支杆子的一些细节 这一根杆子是珊瑚拉1702 然后这支杆子是18年初的 为什么现在要讲一支18年的杆子呢 因为今年 SHIMANO在春天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出过一个影片 介绍一下今年SHIMANO的春夏新品 其中就有一套杆子 是Sahura的限定版 那一支彩虹杆 其实这一套和那一套几乎是一样的杆子 其实就像是这一颗Steez Limited一样 不要说待会 SHIMANO也做一样的事情 一般在产品线的生命周期的最后 会出一个限定版 不限定的限定版 所以说这一支杆子和Limited那一支 几乎是一样的杆子 但是又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今天就有了这一期影片 当然它也有一支1703 跟这一支非常像 那我也会稍微讲一下这一支和1703的选择 这个也是有朋友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 我想在这边慢慢的讲解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期影片可能又是有一点长 当然也会有实调的部分 我先讲完之后 然后后半部分是实调 实调可能也会穿插一些讲解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钓鱼的话 可以移步到后半段 也没有人会专门来这个频道里面看钓鱼 OK 这支杆子1702R2 1是代表枪柄 70代表是7尺 后面那个2是代表它的这支杆子的power 这支杆子是2号杆 撒胡拉的2号杆相当于海鲁杆的ML Medium Light 相当于黑鲁杆的Medium Heavy的感觉 R就是R调 然后最后的一个R代表的是它是两节的杆子 这个地方是有分节 它采用是正并计 然后录压重量7-18g 吊线12-25磅 OK 这就是它的基本参数 那我今天配的卷是Steez Limited 这是我个人喜好 当然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合适的搭配 卷线器应该是34mm的线杯 首先我个人觉得34mm线杯 配合它这支1702 是可以最好发挥的一个线杯尺寸 当然 然后外观上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银色系的 会比较漂亮一点 像这一颗 像E9的安达列斯 那简单说 萨胡拉这个系列 它就是没有归类在BUS杆里面 对不对 Shimano把高阶的BUS杆都交给了Jacko 然后他们自己做的系列 路压杆的系列 是偏泛用型的 但是是以BUS杆为主 我个人觉得他们萨胡拉这一套 还有Scorpion 蝎子那一套都是BUS为主 就是黑炉用的内堆路压 不管是什么鱼种 各种像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底部的软耳吊主 德州这种 然后各种硬耳、米诺、三本沟的耳 就平时我们常见的这种黑炉的 以黑炉为中心的一个设计 但是它又希望能够兼顾一些更多的所谓的鱼种 但是鱼种是怎么样区分的呢? 还是不同的路压和钓法 对不对? 所以说它第二兼顾的是海炉 海炉就代表了细的PE线 然后偏远头一点 然后玩米诺的 玩一些硬耳 玩一些铁板 这样子 所以它的耳中范围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是红色涂装 毕竟天蝎座 萨胡拉是天蝎座的第二辆的一颗星 第一辆是安达列斯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Chimato的命名规则也是非常中二 基本上是围绕天蝎座的 就是说它们一些中高端的产品里面 经常会出现这样子的 萨胡拉是天蝎座的尾袖8 所以一个红色的基调 它比它上一代 有很多人觉得它很难驾驭红色什么的 但其实首先我第一觉得 它这个红色的coding非常的漂亮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红色 它侧面看上去会变深的 一种玫瑰花一样的感觉 是一种很独特的质感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红色 包括这个手把这里也是 正面看和侧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光感各方面 我个人觉得它做工是 代表了Shimato最好的做工 整支杆子都是 那很多人觉得 那支什么天空之破片 彩虹杆是不是 其实这支也是彩虹杆 大家仔细看 这支也是彩虹杆 但是它是有一个比较 稍微低调一点的coding 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也是彩虹的coding 非常的漂亮 一直到干肩 手把 它这个手把 它是可以拆下来的 这边是装卷线器的 上面这边装卷线器的 然后下面这边也可以打开 这是用来更换这个枪柄的 它可以换不同的枪柄的位置 去适应 号称是去适应不同的卷的大小 它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私人定制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尝试 但是我觉得是不成功的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除非你真的是拿这一根杆子去玩 jacking 传掉那样子 这样jacking 你要用它300的卷 400的卷 这样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适 从黑炉为主的泛用的路亚角度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多余的 没有用 而且它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是 但是它这手把这里就多了一片可以活动的一个部件 这样子它造型上和Ultima是一样的 终极毒药是不是一样 但是人家是一个整体 显得非常的扎实 然后你沙呼拉这边是一个多余的活动的部位 这样子让我 就它没有真的是 那样子 就有非常大的间隙那样子 不舒服 但是还是可活动的 OK 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好 而且这个塑料 这个感觉非常不好 我个人觉得你作为旗舰 你这样子至少你要弄一个金属 反正它用了塑料 然后这一块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我个人觉得它是CI4 这一片东西 我个人觉得它CI4 Plus OK 这个质感非常的不好 然后这个手把在我这里是一个小缺点 我个人觉得 然后就是导环 它有9颗导环 导环不是缺点 我只是在开始讲到导环而已 OK 导环它有9颗 然后 导环方面我是很满意的 因为它 所有的导环 9颗 除了顶珠以外 其他全部是双脚 双脚 双脚 OK 这样子就让我对这一支杆子特别有信心 我知道它可以handle一些大物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 它导环全部是逆腹的 这个叫逆腹 就是说这边两条腿 你可以当作两条腿 这边一条腿 两条腿如果朝杆座这边的话 它叫做顺腹 两条腿如果朝杆肩那边叫逆腹 它整根杆子全部是逆腹 顺腹逆腹我就不详细说了 现在当代有了富士K环以后 其实已经意义不是特别大 有个说法就是说 有时候如果你这边 特别是第一个导环 就卷线器出来第一个导环 如果你是顺腹的话 就两条腿在这边的话 我反过来说 你当作我这边是从卷线器出来 这样子就会缠到这个地方 缠到这个导环 或者打到或者怎么样 造成一些出现的不上顺 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办法印证 但是我觉得问题并没有特别严重 但是有些事情就这么吊诡 我说出来你听了之后 你就会心理上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肝子干脆 第一个导环它就做成这个逆腹 就省着你们没事就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一般来说 很多肝子都是第一颗是逆腹 或者是前两颗逆腹 然后后面的小的导环全部都是顺 那它这一支肝子做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逆腹 这样子看上去就很顺眼 没有些怪怪的感觉 有一些肝子是就一颗是逆的 然后其它是顺的就很怪那样子看上去 所以这一支肝子真的很优美的一支肝子 然后阿调它曲线非常漂亮 整体来说这一支肝子真的非常的优美 然后所有的小细节做得很到位 除了这个手把以外 它导环是SIC 顺便一说 然后它的顶珠也是我喜欢的 OK 它的顶珠也是我喜欢的效果 是比较大口径的一颗顶珠 我之前说过真的受不了那种小导演 就顶珠是小的导环受不了 不要说微导环 小一点我都受不了 这是我个人喜好 因为我们这边加拿大这边 经常气温会到0度左右 你那个导环小一点 你叫我怎么掉 你掉两杆之后 整个导环中间结冰了 然后就回家了 对不对 我就很烦那种小导环 夏天倒无所谓 导环真的 我个人非常满意它这个导环 全部是比较大口径的 然后排列非常的舒服 然后全部都是双脚 非常的扎实的感觉 给人非常有信心的感觉 那讲到有信心就要讲一下了 它这里有两个 大家要注意 这个叫Spyre X Core 这个叫High Power X 这个是它的Blank用的机能 这两个机能相加非常的强力 Shimano的高阶杆里面 只有Bantam 还有AutoBus杆 只有Bantam 还有一部分的荣光 还有新出的Disruption 那个还是大有专用杆 只有这三个系列 加上Sahura 有这两个东西相加 这就导致这套杆子的强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提高了一档 它的杆尖先进是1.8 1702是1.8 1703是2.1 那有人就会说 你这样子的先进 然后1.8也不是特别细 也不是特别粗 当然 但是它用了很大的导演 很大的导环 对不对 那就会问说 你用了这么大的导环 然后你用那么轻的卷 像Steez这么轻的卷线器 会不会重头 我告诉你说不会 不会重头 相反我装了E9安导 我觉得太高了 不舒服 好看是很好看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Steez会更舒服一点 而且安达已经感觉到有点重了 我个人感觉有点重 请大家体谅一下 我已经到这种年级了 就是说稍微重一点都受不了 然后讲话又更加唠叨 Anyway 我个人的选择 然后 刚刚说到什么 没有重头 OK 没有重头 这样子是刚刚好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的调性和它的这个power 大家记得 是它的money 是沙胡拉的价值所在 那我们就要细讲 OK 这一支1702是R调的 1703也是 然后很大一部分的沙胡拉都是R调的 OK 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节在 所以说需要细讲一点 花一点时间 那我们现在讲它的blank OK 两匹杆 OK 这里是彩虹coding这边 是一段 对吧 然后这边是一段 然后它的做法是它底部这一段 它采用的是高弹性的碳纤维 它带来的作用就是超高感度 然后更强的力量和响应 前面这一段它用的是中低弹性的碳纤维 带来了更好的操作性 和甲耳更自然的表现 OK 所以它两段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之前看黑标的时候 黑标它是分了LG、SG两个系 来去做这个事情 它是直接一支杆子里面两部分 拼合在一起 达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调性的组合 它既有足够的power 它的杆尖既有力 同时又有弹性又能弯曲 这个平时来说是比较矛盾的 但是它在这一支杆子上面 它做的是比较好的 然后它这个 刚才说到这个是用的是正并剂 所以说为什么它偏向于BUS 一般来说海鲁杆我们用的都是逆并剂 逆并剂它可以做到更细的干身 然后可以做到一般来说 可以做到它这个整个杆子都可以弯曲 所以适合海鲁 海鲁我们很长的杆子 你种鱼之后整个弧线是很漂亮的 很平缓弯的一个弧线 一直弯到底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黑鲁杆的话 我们更需要一个比较有力的blank 所以它采用是正并剂 正并剂它的好处就是 可以带来更有力气的底部 所以它造成的效果就是 它干肩既有一定的力气 1.8不是很细 但是它由于它材料关系 如果你是低阶的干子 你要做到它这个力度的话 起码要到2.1 我个人感觉的要到2.1 OK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再看一眼 这两个东西相乘的效果 它可以做到一个有力的干肩 同时做到可以很好的弯曲 有优美的曲线 那当你在玩一些三本沟的硬耳的时候 这干肩无疑是完美的一个调性 对不对 那你在玩一些软耳的时候 你在开枪之后 这边可以撑住 有一个很有力的 这一段是比较有力的可以撑住 就是说我开枪之后可以拖住 OK 所以它采用了这样子一个组合 这个是它的沙胡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在黑颅杆里面是没有的 在所有的泛用杆里面 它都是最特别的 最独特的一个存在 那它在实战中 我等一下当然会拿去实调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在实战中它的效果就是说 这支杆子是充满张力的 如果是一支阿调的黑颅杆 其实我们很难有这种感觉 很多人说它这个杆子这个感觉是没有个性 OK 就是boring 没有个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恰恰它这支杆子 这个调性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 因为你在黑颅杆 就算你有阿调的黑颅杆 但是你找不到这样子的调性 找不到这样子的感觉 它充满了张力 就随时随地你都感觉到它这个肩是有一个活力在 它不是一个死弯的肩 它也不是一个死硬的肩 它是有个活力在 然后它回弹是恰到好处 当然你玩Jack Bay它回弹是有点太过 但是它是泛用杆 所以要比较万用一点 这个等一下实掉的时候也能看出来 所以说这一支杆子 首先你玩硬耳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你又可以兼顾玩软耳 因为我们钓黑颅有软耳有硬 它在玩软耳的时候也是可以应付得了 因为它的肩你在开枪之后 它有一个顶托住 但是毕竟是一个R调 那我现在说这个调性缺点 它毕竟是一个R调 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它这个太软 主要表现在你玩软耳的时候开枪没有实感 但是它非常粘于这个调性 基本上是不会跑鱼的 那我个人就觉得我先不看别的 那比起软耳开枪的那个实感 我可能会更在意这个跑不跑鱼 我还是不希望跑鱼的 这是我的选择啦当然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然后这一支杆子还能兼顾玩软耳玩得比较好 这样子的杆子你在黑颅杆里面是不好找的 如果你要在黑颅杆里面找它的这支杆子的耳中范围 还有它的耳用线的范围各方面 最接近最接近就是172H Shimano很多系的杆子里面都有这一支 172H 黑颅杆里面 这是最接近 但是172H 的黑颅杆都是F调或者RF调 那RF调稍微有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它在玩卷屋的时候没有这么完美 它对路亚是稍微还是有 因为Bus 杆的杆尖感觉真的是 我刚刚一直在说张力张力 它这个杆尖真的很有张力 它是有点小韧性在里面 那Bus 杆通常它那个调性整体都比较清脆 就算你用RF调 它还是很趋向于马上要回弹那种感觉 很清脆的 那这样子的话你玩硬耳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失真 你的耳的表现 你的耳的动作的呈现 会没有这么自然 因为你的杆尖会一直有个拉扯感 一直有个过分的拉扯感 这一个杆尖真的是很完美 它没有那种过分的拉扯感 它是有个小韧性在 感觉有个力气非常平稳的在那里做动 然后操作路亚的时候 它可以最大化所有硬耳的动作的呈现 就这样子 同时它又兼过软耳这样子 那顺便说一下 有人可能会担心它感度的问题 我跟你说感度完全没有问题 感度是中上层的水平 我不能说是极致感度 就很清脆 什么感受鱼的呼吸什么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它的感度是足够用的 你玩胖胖鱼的时候 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舌板 敲到底的反馈非常的清晰 然后你玩软耳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咬口 这些都没有问题 感度是没有问题的 这支杆子它标的是7-28克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它可以很轻松的玩到50克 我可以兼顾玩一些大涌 等一下我会用 像41克 这是1.5盎司 28克是1盎司 但是它玩到1.5盎司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是说一些大涌 不是那种JIG 要暴力开枪那种1.5盎司的 很大的签不是说那样子 这支杆子杆尖就这么强 它表现都还是OK的 在玩勇耳的时候 玩大涌的时候 抛的时候 它给人的信心就是这么强 那它这个吊子 让你在抛的时候 非常轻松非常准 每次抛的时候 杆子都可以压弯 非常合适的一个度数 包括抛一些超重的都是这样子 结合它这个长度 7尺的长度 它在抛头的时候 性能是非常好 抛头非常舒适 然后非常准 然后非常轻松 因为它是很软的杆子 所以抛出去的话 几乎不用用很大的力气 都可以抛很远这样子 OK 几乎不用很大力气 所以抛头这一方面 也是这支杆尖的加分项 包括准确度 然后各式各样的抛法 包括打水漂也是 但是我就不在这边表演 OK 不要浪费时间 打水漂它也是很好的一支杆子 然后在吊之前 我再讲一下它的一些缺点和一些比较 OK 全部讲完好不好 它的缺点 我个人觉得有三个 第一个是它在挂底的时候 但是这个也是所有的阿调的杆子的缺点 它挂底的时候 有时候轻轻的挂底 比如说就不是特别严重 比如说稍微卡到一下石头缝这样子 这个时候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这样子 啪啪啪啪这样子拍一下 或者是提一下杆尖是不是 提一下杆尖这样子弄一下 但是它这个吊性导致它很难脱困 OK是比较难一点 还有就是一些 比如说你在一些比较窄的吊场 有一些树啊草啊什么的 你抛过去挂到岸边一些树啊草啊什么的 灌木什么的 那个时候你知道啊 就悬挂在那边 然后你就很难弄出来 像这样子已经挂住了 弄不出来而已 很难弄出来这样子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当然所有的阿调杆都这样子 OK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这个手把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塑料了 然后活动的 多余的活动的部分 那第三点就比较尴尬了 就是说它这一支杆子 它作为泛用杆来说 和其他的 Shimano 龟类在黑炉杆的杆子 相比较 它这个价格 比较贵 就是说我如果把它作为一支 纯BUS杆的话 我个人觉得有点贵啊 七八万日元的价格 对不对 当然在各地都有它价值 比如说你如果在 一些有海炉的地方 对不对 像我们这边有Pike 对不对 Masky 如果要应付这种比较大的鱼的时候 它这一支杆子还是有它的价值在 但是你在黑炉杆里面 比如说Bantam就便宜很多了 对不对 便宜不少 然后差不多价格的是 龙光 OK 人家是专业的黑炉杆 那你这一支这样子一个价格就有点尴尬 我个人觉得 好那以上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最直接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缺点 这三点 那有人会说又会说掉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掉性真的不是它的缺点 OK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所以我不归类在缺点上面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样子的掉性 我掉的越多 我就希望我的掉性越慢 在我个人看来 我个人觉得是肉眼可见 减少跑鱼 这是我想要的效果 好 接下来1702、1703 OK 我先说吧 很多人会说选择1702还是1703 我个人觉得 选1702 OK 不要选1703 我的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样子 选1702不要选1703 先说1703它的效果 1703跟它是一样的 7尺 但是它是3的power 3的power相当于是黑鲁干的H 相当于海鲁干的M 大概是这样子 那它由于是大一阶的power 所以它整体都比它高一点 这种范围比它要往上移一点 那一支好像是用到50克来多少 然后用的调线也可以支持更粗一点 仅此而已 那有些人就会说1703 网上都很火 对不对 有人说可以拿来玩Clash 9 Clash 9是4盎司级别大涌 它跟这个杆子是一样的道理 这支杆子它标28克就是1盎司 但是你玩到1.5 2盎司都是很轻松的 那一支也是 1703也是 它标的是不知道60还是多少克 但是你玩到100几克都是很轻松的 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先来跟你说 为什么不要选1703 首先1703 它的先进是很粗的 这是1.8 那个是2.1 这个不会重头 那个我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它不会重头 分分钟会重头 你拿起来操作各方面可能就会没有这么舒服 没有这么轻巧这么舒服 然后第二就是它R中范围 它这一颗可以玩到7克 我跟你说它玩7克已经有点轻了 但是它可以玩到7克 那1703是不行的 1703我个人觉得是10克以上 它标的是10克以上 那我就当它是10克好了 那你也没有办法玩7克 那你下限达不到它这样子 你的上限是高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要玩一支4盎司的熔耳 非常非常的认真的玩 已经是 对不对 我不会没事就是 等一下丢一下德州什么 然后突然间换一个4盎司的熔耳出来 我觉得很少会有人这样做 我可以丢一下德州什么什么 然后换一个1盎司1.5盎司的 小一点的熔耳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要就专门玩熔耳 那如果那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专门的熔耳杆 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这个价格 那我可以选Disruption 一样的配置 比它便宜很多 新的杆子 有非常好的选择 非常多非常好的选择 路压杆里面就有 我可以选择Bantam Bantam可以支持到150克的 那我来好好玩熔耳 会不会更好 如果我要玩大熔耳的话 这就是我的理由 所以说我觉得1703 并没有想象中那个价值在 我宁愿用1702换来更小的 可以玩更轻一点的签 然后更轻巧一点 整套都更舒服一点 我宁愿这样子换来这个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一支和它的限定版的选择 其实也很简单 它限定版是这样子 它限定版它的耳中范围 我可以说是修正 OK 其实限定版跟它是一样的感觉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你要是闭着眼睛 当然它这个手把不一样 就前提是如果你手把是一样的话 你闭着眼睛抛 可能这个Blank整体给你感觉 你是几乎区分不出来 限定版它就是各方面整体的做工 还更好一点 OK 这一个做工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限定版就是更好一点 OK 然后它干身会更细一点点 细了1mm好像 然后它的路压的重范围修正 限定版的1702好像是可以玩到 是10到50克吧 它下面那个下线不知道为什么 修成10克提高了一点 然后它上线修回50克 所以说它限定版出来的数据 也说明了它这一支 也是可以支持到比较重的路压 所以说它们玩的东西 所有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是限定版就是说 首先是贵了不少 已经超过10万日元 OK 是一支不能说最贵的杆子 但是也是数一数二贵的 然后其他虽然都是一样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限定版是加分的 就是手把 它手把全部是软木的 OK 所以手把加分 然后它外观就是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 因为限定版它是蓝色主调 然后彩虹色是很鲜亮的 它这个是暗的嘛 限定版是很鲜亮的 你要想一想你自己会不会 能不能驾驭得了 在吊厂里面 会不会觉得羞耻 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一点 然后我还想多句嘴 就是限定版的1703 刚刚对比的就是 大家都是1702的情况 现在我还想说一下1703 限定版我反而推1703 就说普通版Sahura我更推1702 但是限定版我推1703 为什么 因为限定版1703 我刚刚说限定版它整体都细一点 所以它1703先进做到1.9 这个是1.8 只比它稍微粗了一点点 但整个杆子重量又降低了 对刚才漏缩了 就重量会低一点 还是明显能感觉更轻一点 然后它1703是1.9先进 Sahura的1703是2.1 这个就已经不一样了 可以接受的一个先进 然后1703限定版 它可以玩K9 OK 这样子我就可以接受 加上1702的限定版 它的路亚的下限提高了 变成时刻了 OK 那我如果选限定版 又选了一个时刻的下限 我还不会选1703 OK 我可以接受它的下限稍微高一点 就是说我代表我的签 对不对 稍微用重一档这样子 OK 其它的像这种Chatter Bay什么的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703 这已经超过1.2盎司 像接近1盎司 像Spinabay 都是2.1盎司以上 14克以上 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我如果玩软耳的话 我大不了就 签稍微用重一档 用到时刻这样子 加上软耳应该就OK了 我是这样想 好了说了好久 天都要说黑了 没有 那边 马上要下雨的感觉 5月天就这样子 那 行吧 那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就开始去实调的部分了 要行吧 9 1 1 1 3 2 3 4 4 哦,終於 下雨了 crank bay nice 在試彈的時候選擇這種強反應 會有不錯的效果 哦,漂亮 碧綠色的 然後產前啊 好,還沒有進產床 加油 終於 超淺水 超級淺水哦 你看前面那個水流很快的 不用跳啦,不用掙扎 你跑不掉的啦 你要是跑掉我就方便了 我還想你跑掉 你要是能自己解掉那就最方便了 我還想你自己解掉 深淺的胖胖魚 這一隻 蠻深的吧 應該 多少我都忘記了 回去看一下 哦,另外一條 很漂亮 肚子上有很多斑點 小斑點 不要隨便給魚起綽號 去吧 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我敢在這邊用這個 這個淺身至少有 接近應該兩公尺 然後這邊應該因為是石頭底 如果是草的話 我肯定不會用 一定掛 一定掛 我告訴你 但是由於它是石頭底 它在淺的時候 因為一直在敲石頭底 是不容易掛的 就算 偶爾就算掛到的話 你等一等 讓它往上浮一下 就解開了 因為全部是石頭 這隻怎麼又變成在講這個好了 哈哈哈哈 我是會直接往那個水流裡面丟的 深淺 只要是石頭底 沒有問題 然後這隻肝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SHIMANO在官網上 顯示它 是 玩這個crankbait好像是可用 不是特別好 我個人感覺它這個玩crankbait特別好 但是也是一樣 跟那個軟耳士一樣道理 它有一個量級的限制 你玩那種太潛水的crankbait 就是那個震動水阻小一點 可能會感覺會差一點 我個人覺得它比較適合玩這樣子 中等永層的crankbait 非常有感 你看這個乾尖 然後掛到石頭 所有的信息都非常的清晰 好 終於 又一條 我站在這個位置上中了三條 已經在這個 在這個前面這個流裡面 哈哈哈哈 什麼魚 不要spike 喔小嘴 為什麼這一條會中呢 因為我剛才看見了 哈哈哈哈 我看見了然後就往那邊丟了 喔看這個 弧度 弧線很漂亮 漂亮的弧線 呃 這種叫什麼 驅足口 呵呵 所以說這一支幹子 其實 玩crankbait其實是非常好用 大家如果有這一支幹子可以試一下 crankbait很好用 所以這一支幹子 它的魅力就在這裡啊 我剛剛玩 跳底的軟耳蠻開心的 然後 下一秒就開始玩這種 哈哈哈哈 因為有時候 攻略吊場的樂趣就是在於 切換嘛 喔 試一下我從來沒有用過的吊法 試一下激進一點的 大膽一點的玩法 OK 呃 如果你不想幹子被限制住的話 你就選一支 這種 泛用型的幹子 很自然 在泛用型的幹子裡面 這一支幹子真的是 超強的 看這幹子的負載 和它的震動 然後 輪阿爾的泳汁會非常自然 它不會有那種 拉扯的感覺 這就是 這個吊子的意義所在 嗯 大用 大用 你看一下 大用 一支 一支 二支 一支 兩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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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 二支 一支 一支 三支 一支 中 狗哥 很輕鬆的取出來 狗哥 謝囉 中 又一條狗哥 這條有點大 好 把他送上岸 讓你擱淺 然後再慢慢解 狗哥 讓我一頓好解 這麼瘦吃多一點嗎 下一個用什麼呢 下一個用米諾吧 看到烏雲 馬上就要下大雨 抓緊時間 我把今天帶來的全部都用一遍 全部種一遍魚 終於 冷靜冷靜好嗎 米諾自然是非常擅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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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克 不要切我線 哈哈 你不可能切我線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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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条又是什么? 不会又是一条Pike吧 看这弧度 漂亮的哦 小嘴 漂亮的小嘴 去吧 像这样子 7克的签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它抛起来有点轻了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比如说我现在瞄准的是我的正前方 我在抛的时候我第一次抛 我瞄准的正前方我会抛到那边去 我现在瞄准的正前方 偏离了大概20-30度角 这就是说明这个签对于这根杆子来说有点轻了 所以7克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你需要去适应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你需要去适应它 这样子其实还是好的状况 如果你太重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肝尖是承受不了 像这样子7克的签 我在跳的时候 OK 这个肝尖的反应 我个人觉得已经算是很好了 如果我这个签再重一点的话 可能我没有这个表现 摇了 看这满弓 小嘴 厂前的小嘴都特别的激进 你看pre-spawn 它可以玩到1.5公升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是无可替代的 就是说同样规格的杆子里面 如果你是一只巴斯杆的话 要 酷了 如果你是一只巴斯杆的话 你能丢1.5公升 一定是更粗的先进 我告诉你 要了 一定先进会更大 一般来说起码要去到2.1公升 OK 啊 又spike 不要切我线 狗哥 狗哥冷静 你能把耳还给我吗 我最后的一个耳诶 不好意思啊 狗哥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软耳 不好意思 狗哥 要从你嘴里取出来 哦 烂掉了 算了 哎 竟然这样子送你 错边了 哈哈 哦 日落了 很漂亮 今天就钓到这里了 然后 带来的所有的路亚都种过鱼了 玩得还非常开心 但最关键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从我个人观点 我跟大家 谈论一下这一只美妙的杆子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见